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访导员和天草 当年那里送出去的南洋节最多 可是居民们都绝口不提 就在旅程即将结束时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三谷和好友饿得不行 进门就问什么饭最快 没等老板回答 店里的老婆婆说 炒饭 炒饭又快又吃得饱 说吧 老婆婆开始剪烟头 三谷看了 不由得一愣 说来奇怪 三谷是听不懂天草方言的 可老婆婆说的话非常好懂 聊着聊着 好友突然大声问 你是南洋姐吧 聊不下去了 很尴尬 幸运的是 老婆婆的烟袋忘在店里 就这么着 三谷和老婆婆搭上了话 老婆婆的家 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 说是房子 实际上和废墟差不多 屋子里黑漆漆 满地流浪猫 不多时 老邻居悠哉悠哉散步到这 没懂三谷说话 老婆婆自顾自介绍说 这时候儿媳妇名字 不会写信 突然就来了 三谷不明白 但也只好将计就计 为什么说自己是她儿媳妇呢 三谷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没有答案 一觉睡醒 一时傍晚时分 阿琪这才告诉三谷 儿子贤赃不肯来 儿媳妇就够不用说了 小姐也是城里人 居然愿意在我这睡个午觉 下次来天草 请一定来我家 三谷胸如潮涌 心软软的 一个月后 三谷和丈夫商量好了 想要采访阿琪 只能住过去 月黑风高 秋宠唧唧 三谷跑进屋子 猛地关上大门 阿琪弄住了 万般欢喜不知如何表达 这次我想多打扰些日子 行吗 三谷问 阿琪点点头 只说 好 好 阿琪使劲拍打 土不入子 一边说 这是婆罗州棉花 得使劲拍 三谷想趁机问点什么 但又立刻止住 这是南洋界时代的入子啊 三谷这样想着 久久无法入睡 沉景清新 风光秀丽 阿琪对老天爷祈祷 保佑儿子一家 别感冒 别被汽车压死 三谷洗完脸才发现 脸盆里 还有个小生态呢 阿琪一天三顿饭 都是糙米饭 和盐巴煮的芋头 三谷实在没胃口 无法下咽 但毕竟人是铁 饭是钢 不吃肯定不行 儿子给的生活费 这个月迟了几天 但总归还是来了 来了好 来了好 说明儿子一家都平安呢 农村没有洗手间 全是露天解决 行上阿大偷看 笑嘻嘻 没脸没皮 三谷纷纷看着 厌恶至极 既然在阿琪家住下 就是自己人 跟邻居们见见面 是少不了的 寡妇阿波和阿芳见了 满脸狐疑 世道乌烟瘴气 地藏王菩萨 眼不见心不烦 三谷拜托男人给拍张照 男人爽快答应 天草的地都是石头 海里也捕不到鱼 以前的人都飘洋过海去南洋 阿琪叹气说 三谷想趁机问下去 没想到阿琪一脸愈怒 谈话冷了场 就此打住 回家 晚上 雷声轰鸣 房屋支支压压地响 阿大偷偷摸摸进来 喂随 让你婆婆教你怎么卖 你说多少钱吧 阿大呲牙咧嘴地说 三谷被气坏了 身体止不住地抖 过了好一阵 阿琪突然说男人都是坏东西 我有亲身经历啊 想听吗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07年 阿琪七岁 父亲死了 两仨相依为命 房子和土地都已卖给人家 一家人挤在小茅屋 拼命干活 后来 大伯死了老伴 母亲被逼着做了田房 在人屋檐下的日子最难过 屈辱不堪 在外头做生意的太郎造 同情新妹二人 帮着出了点子 哥哥去煤矿 妹妹出国 太郎造一把就给了三百 收在外头赚得更多 阿琪决定了 出口赚钱 另养哥哥就能盖房子 娶媳妇 做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离别之夜 妈妈给做了新衣裳 阿琪高兴地转圈圈 后来阿琪才知道 妈妈怕大伯不高兴 到处见棉杀 连夜做的这件衣服 只是不久后 衣服就被拆了 做成了褥子 阿琪离开那天是个大晴天 海水沾来 能听到教堂叮叮当当的钟声 当时去南洋 都是混在三池煤矿的煤船里 偷渡过去的 等到哥哥跑到海角 小船也没了踪影 哥哥心如刀割 只有对自己无弄的恨 山达根是英属殖民地 人口两万 日本人只有百十来人 但这里是繁华的港口 各国商船云集 日本人在山达根总共开了九家场馆 太郎造经营的便是八号场馆 阿琪刚到时只是打杂 干些使女的活 至于红药水是干什么的 阿琪完全没概念 三股将阿琪的话记在脑子里 一有机会就写下来 寄给东京的丈夫 一年后的夏天 那是个闷热的日子 阿琪永远忘不了 老板娘阿元突然给阿琪梳头 阿琪这才知道 今晚要接客了 阿琪反抗过 哭喊过 全都无济于事 初一夜是大喜事 哭什么 阿元打开门 一把将阿琪推进去 客人是个当地土人 皮肤又黑打着赤膊 阿琪简直像个孩子似的 被举起来 抛在床上 阿琪的头拢拉在床边 又恐怖又痛苦 夜大雨磅礴 阿琪失魂落魄 精神恍惚 穿这样的衣服 能拉松一吗 太郎早一把给扯破 阿琪突然想起妈妈 想起那日离别 想起很多很多 妈妈做的衣服被拆掉 做成了褥子 阿琪一面往褥子里塞木棉 一面咬牙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持下去 有了这种信念后 阿琪想变了个人 只要能赚钱还债 什么人都不挑 做妓女真是最痛苦的佣生 不管身体怎么不舒服 没得休息 要是客人少 赚不够钱 太郎早就骂人 打人 男女之间的那点事 阿琪从没觉得快乐 不过也有例外 那是五年后的一个夏天 那天从早上就很凉爽 一个窃声声的日本人 站在门口看 不敢靠近 阿琪哪管 抢了她的钱包 就往屋里拉 男人叫秀夫 来了三次了 就为了见阿琪一面 五年来做过无数次 唯独今晚 阿琪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两块钱的天 不知不觉聊完 秀夫的钱包空了 起身要走 阿琪心动了 今晚不为钱 吹灭灯火 皎洁的月光照射进来 阿琪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那天之后 秀夫连着来了三天 至于钱嘛 肯定是没有的 天快亮了 太郎噪睡得重死 呼噜声比脚步声都大 秀夫许下诺言 懂赚了一大笔钱就回来结婚 约定了 1927年 也就是昭和二年 为庆祝昭和天皇冬机 太郎噪给每个人都做了绸缎礼服 八号窗管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太郎噪的勋章格外刺眼 总拍着呢 日本军舰靠岸了 这么个赚大钱的好机会 连老板娘都要接客 没办法 忙啊 一个人要接三十个 伴随着军舰进行曲 水边面踏步前进 总期有序 到场馆门口后 乱了 全乱了 你好 我排第一 太郎噪收钱收到腿软 心脏都在抖 钱 钱 一天赚了一年前 也就是自那天开始 阿琪再也没有见到秀夫了 某天 阿菊姐的前手下于三郎闯进八号场馆 她买下了六个人 准备连夜卖到金边 阿菊姐也是天草人 早年跟了英国人 后来英国人回国了 在山打根 阿菊姐是所有妓女的靠山 阿菊姐本已救下六个人 但无奈不能周全 最后通过抽签决定 有两个人去了金边 三谷想打听当年留下的人的下落 无奈没人知道 马来西亚老太婆说 海边有个老头可能知道一点 三谷找去了 老头怒气通通说 我恨死日本人了 昭和初年 日本国立大宗 种植 经济 军事 都开始强大 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南阳姐赚外汇了 1930年 也就是昭和五年 赵相声神气师祖跑来说 贵族议员要路过这儿 所以必须关门 否则有碍观战 总劝了 宇三郎推门而进 宇三郎现在是亚洲物产 新加坡分行经理了 有勋章的 阿菊姐骂道 你喝妻女的血长大 还谈国耻 你才是国耻 阿菊姐怒火烧心 气得直发抖 夜 集会 衣冠楚楚 言 讲 满口荣誉道德 阿菊姐病重 气息奄奄 她在山大根造了墓地 不打算回日本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回家准没好事 阿菊姐没什么财产留下 只有一袋子戒指 男人的戒指 这些闪闪发光的戒指 全部都是阿菊姐血厉的剑种 阿琪告诉三郎说 阿菊姐不单为自己 她造的是公墓 为所有在山大根的日本人 三郎一定要找到那种目的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 去查识那些事实 虽然很难 但值得 1931年 阿琪没听阿菊姐的话 回家了 家里盖了大房子 哥哥娶了媳妇 一切都挺好 只是 都冷冷的 冷得阿琪心寒 阿琪带了礼物送给邻居 被哥哥拦住 别去 会拿白眼瞧你的 妈妈早已去世了 即便如果还活着 也不会和哥哥两样的 嫂子担心阿琪抢房子 毕竟都是阿琪的钱盖的 哥哥面无表情地说 东记的是我的名字 他一根手指头都不能动 阿琪的世界崩塌了 只觉得 活着了无生趣 同时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世界同样崩塌了的女人提议说 去满洲吧 这里不欢迎我们 那之后 阿琪在奉田从了家 生了个儿子 可是不久就爆发了战争 丈夫死后 阿琪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慢慢的 儿子终于长大了 要娶媳妇了 自然而然的 阿琪被赶回了老家 某日三谷到商店买盐 不想竟收到那张和阿琪的合影 阿大呲牙咧嘴说 给你拍照的人是中学老师 他说你是东京来的大人物 肯定是来着调查什么的 对吧 与此同时 邻居们也来心事问罪 本来安静沉默的小村庄 一时间被那乱糟糟 意外的是 阿琪格外开朗 一句话都没多问 晴天 阿琪家大扫除 该洗的洗 该换的换 阿琪坐在席子上 手舞足蹈 像个孩子 三谷看着阿琪兴高采烈的样子 忽然陷入沉思 三谷要回东京了 只是 他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阿琪不问自己的来历 阿琪依然开朗 说 既然你不想说 我又怎好问你 三谷泪入雨下 心里有万般羞愧 对不起 我利用了你的好意 我欺骗了你 阿琪笑笑说 你要写书那就写好了 只要实实在在就行 离别之际 三谷拿了些钱送给阿琪 别拒绝了 阿琪不要钱 想要点别的 以后每次用这条毛巾 我都会想你的 说完 阿琪转过脸 嚎啕大哭 三谷凭着阿琪的记忆 向原始森林深处进发 不复所望 找到了 战中和山火 让这些墓碑变得黑乎乎 已经很难辨认 山大根受到盟军的海空攻击后 日本兵残杀土人 又在室内放火 急于烧光自己的布光彩 可是 这里有证据 不可消灭的证据 随着一行人的渐渐深入 更多墓碑开始被发现 第二天除去杂草后 阿琪解造的公墓 开始显现出本来的样貌 这些墓碑几乎朝向一面 三谷忽然想到 一定是面向日本 但让三谷吃惊的是 日本在所有墓碑的背面 尾巴 这是一部颇为沉重的电影 正如巴金先生说的 我喜欢这部影片 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 说实话 我看一次这部影片 就好像要受到谴责 仿佛有人在质问我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来改变那个 那些受苦人的命运 没有 没有 当时再看 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 同样的谴责 我很小的时候住在农村 听邻居们说过一个故事 邻居有个老头 花钱买了一个女人 女人年轻 据说只有十八九岁 买来的女人听说有文化 读过书的 自然不肯留下 那老头没读过书 没理可论 买来就锁在家里 死死看着 不能给跑咯 跑了 钱就白花了 她一把年纪 就想着能留个后 万一家里断了香火 没连见祖宗 僵持了几天 女人找邻居帮忙 最终打了个赌 女人说自己家里非常有钱 只要放自己走 崇诺给一大笔钱 女人说的有模有样 邻居们信 老头也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听说真来人了 听说真给了一大笔钱 听说这事就了了 我一生在新中国 长在红旗下的少年 当时我就没忍住 问邻居 为什么不把老头抓起来 邻居们冲我笑 冲我笑 冲我笑 笑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那之前 我是不相信农村 有什么拍花子的 但那天之后 我有点相信了 特别是那个恐怖的故事 想起来就浑身发冷 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倒不是怕鬼 主要是怕人 怕熟人 巴金先生在谈网乡中说 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 我看过一次影片 是通过电视机看的 我流了眼泪 我感到难过 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阿琪的命运 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 是啊 这样一个故事 谁看了不流眼泪 谁看了不难过呢 三股离别前 阿琪要了她的毛巾 以后的日子里 每一次用这个毛巾 我就会想起你 说完 阿琪放松大哭 她这一辈子都在离别 都在哭 老了老了 眼泪都哭干了 是谁造成了阿琪的命运呢 有人说是时代 有人说是国家 还有人说是封建文化 但其实说来说去 归根结底 还是人 人造就了时代 人造就了国家 人造就了文化 而这一切造物 又在反过来造人 造人保时代 造人保国家 造人保文化 要知道 一开始人造造物 是为了保人 不知怎么的 造物反客为主了 造人保造物 也就是说 是一部分人 用造物造人 保一部分人 言而总之 总而言之 对人类最大的威胁 从来不是什么 外兄高等温明 从来不是什么 神鬼地狱 人最大的威胁 就是人自己 宇秋宇在 《这里真安静》中说 离开墓地之后 也就是片中 巨女们买葬的墓地 我们的车 又在闹市间 胡窜乱逛 不知怎么 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 特别注意起来 战后几年 日本经济比较发达 又开始盛其凌人 你看 就在我们的车窗外 一大串人力三轮车 中慢慢前行 不用细看 坐的 大多是得意洋洋的日本人 其他国家的游客 一般是坐大客车 这使我心中呼起一个念头 真想走上前告诉那些 坐在人力车上的日本人 就在这座城市 一个草木掩荫的拢屁所在 有一个坟地 无论如何 你们应该去看看的 真的 你们应该去看看的 我觉得不仅日本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干过荒唐事的 不在手术 大家都应该去看看的 反思什么的 可能是奢望 但多了解 总多一些敬畏之心 还记得阿波罗神殿上 刻着的那句话吗 人啊 认识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